近日,一段关于日本游客在北京圆明园拍照引发真实的影片在网路上迅速传播 引发大量讨论 事件的主角是中国网红亚人 他质疑日本游客在圆明园拍照并请求他让位 并对其进行指责 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口角 这起冲突引来网民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影片中,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名日本游客参观圆明园 当他准备为游客拍照时 客气地请求亚人让出拍摄空间 然而,亚人对此强烈不满 认为不应该帮助日本人拍照 并开始出言指责 中年男子解释说 请求让位只是为了拍摄方便 与国籍无关 但亚人情绪激动 坚决不配合 随着双方争执升级 当中年男子试图带着日本游客离开时 亚人依旧紧跟在后 不断用言语挑衅 当日本游客提出报警时 亚人更是嘲讽地质问 日本人在中国也敢报警 这让气氛进一步紧绷 难民日本游客开始用手机录下这段冲突 事态进一步发展到保安介入 保安刚到就直接表达了对亚人的支持 甚至提到去年有一整个日本团队被禁止入园 暗示不应允许日本游客进入 中年男子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强调所有各发的游客都应享有同等权利 不应该受到国籍的歧视 并质问保安是否代表园区的立场 直到影片最后 亚人仍持续痛骂倒的叛国贼 该事件的影片迅速在网路上发酵 成为任门话题 许多中国网友对亚人的行为表示不满 认为他已过激手段博取流量 并未展现出真正的爱国心 部分网友指出 袁明远被毁坏的历史主力是英法联军 亚人为何不对英法游客抱持相同态度 此外 更多人认为这种行为只是在制造不必要的对立 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大家对这位网红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